這個遊戲的名字叫做 不死的野獸 蛤? 糞沒有關係 B級就好,B級我最愛 不用3A也沒有關係 你看看這個畫面有沒有,就感覺很B級了 我從棺材裡面看見了宇宙空間 有沒有,怎麼超B級了 在棺材裡面與宇宙做連結 欸,可以動了 可以跑欸 耶,這一定是邊界 他媽的我就... 這個遊戲好好把透明牆做出來啦 故事開始了 從什麼都沒有的東西,地方開始 一個在虛空中的 星球還是地點 那裡什麼都沒有 然後 出現了一個尖叫聲 我剛剛聽到了嘛 欸欸欸欸欸 什麼聲音啊 所以我們現在是在外太空上面 什麼都沒有的虛空 雖然有做出邊界 唉唷,要收集七朵花 實際上這是一個 絲魂界 他很奇妙的是把風聲做出來了 我好像就是真的頂著冷烈狂風 在一個什麼東西都沒有的地平面上 收集著黃黃的花 哇 欸,這個花長得實在太隨機了吧 嗚嗚嗚嗚 沒有東西 不爽我在幹他的花 太空了吧 太空了吧 有東西在飛耶 這是什麼東西啊 好想看清楚,就什麼都看不清楚 什麼異界神龍 不是吧,那個形狀 不爽 對 好像有隨機事件會一直跑出來 回來了 唷唷 有屁翼,神龍 屁翼 那個好像是蟲子什麼的節肢異形好不好 你們把這裡想的太美好了 還有沒有啊 再多來幾隻 那個尖叫聲 來自農務中 但也同時來自 失去時間之地 這裡嗎 啊,欸 呦 天上隨時隨地會掉下怪物啊 不對,這是馬是不是 可恨之地 肥宅的內心 這個地方存在於你們每個人的心中 信不信 不知為何充滿了血性暴力 通無一物 卻沒有任何的平靜 他們的時間 過得 異常的快 他們不會死 他們甚至不能死 哦 看我被我怎麼轉了一下 頭斷了 什麼意思啊,扭轉命運只為了存在 蛤,還是我翻錯了 我怎麼越來越看不懂在講什麼啦 哇靠 快給我把槍啊 沒有槍啊 誰殺小 我怎麼走一走 這些迷霧區域 都會多一些新的東西耶 大魚耶 還沒有死啊 是 死亡擱淺 他好像還沒有死欸 但是.... 這聲音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出現在這邊 诶 我找到了 然後咧 不理說掉下什麼寶箱 還是什麼,我找七柵 我還不便利 七朵花的用意又是甚麼 飢餓的死亡中掙扎 沒有東西存在這裡 這裡沒有例外 講甚麼啦 怎麼越來越不懂了 野獸撕裂了自己 空中 永恆的野獸會死 從虛空中撕裂野獸 不會死的野獸就會死 蛤 只有米田跟我在講甚麼東西 我看夠了喔 差不多了 我的耐心差不多了 蛤 超小 他叫我射擊他 甚麼射擊 我沒有搶 我只看到了射擊他 然後後面完全沒看到 有槍耶 先拿槍就是安心 我怎麼是長這個樣子 靠北我是誰啊 這是部落來的 他沉默之丘裡面的世界 李世界 射擊那個 每次看到他 他就消失了 消失了東西 蛤 蛤 這是一個時空的 交界是不是啊 這不是我嗎 我射死自己 我就是那隻 永遠不會死的野獸 在虛空中 我想要殺死自己 別攻殺小 那他會先開槍 開槍 開死我嗎 去演下去啊 演頂2 蛤 蛤 演頂1是甚麼 我沒開槍 我 我根本沒有辦法開火好不好 我走近 接近他 我就 結束遊戲了呢 欸 開槍射死你自己 我看他後面第二段字了啦 就是不死的生物 我就是不死的野獸 那我為何要殺死自己啊 瘋啦 就說我已經在永恆的虛空中 活到不耐煩了 看著所有旁邊的 人事物一直不停的死去 消失 如果是你們的話 你們會做甚麼選擇 在物理時間點不一樣 就說比如說你今天已經是不死之生了 然後你過 過了 好 五千年 地球上已經沒有任何的生物 跟智慧生物存在 那你會做出甚麼選擇 你的情境就像這個人這樣子 沒有意義了 這樣子 我想從他前面看看他到底長甚麼樣子 這個是要從背後接近才行嗎 對著自己的頭開槍 在迷霧中的 穿越 欸 欸 有欸 這次 要從背後才會開槍啦 Ending 1 殺死了自己 所以 所以不死生物的連結就斷了 我自己殺死了自己 等於解決了 那我剛剛拿到Ending 2的意義 就是說我收集了花朵 所以我不開槍 然後他開死我 東西啊 搞不懂耶 那我們不要再想劇情了好不好 這劇情實在有點難懂 但是以這個遊戲的製作方式來看 我覺得很 很不錯啊 很逼急 那劇情真的要 再逼急一點 簡單暴力是最好的 這種類型的遊戲都想太多了 我先關掉啦 丟份跟合集好了啦 劇情 劇情有點有點 不該說是爛 應該說是太迷 太迷惑了 對 這個是探討精神方面的遊戲啦 如果能夠再清楚一點 就不用丟份跟合集了 可惜劇情太爛 好啦 先關掉吧 這遊戲的名字叫做 樹林中的小屋 森林小屋啦 他那前面的故事跳超快的 我現在是在看截圖 然後看一下他前面在寫什麼 1999年10月22號 丹尼爾 和他的朋友 兩個人都失蹤了 在露營的時候 從來就沒有找到這失蹤兩人的 足跡蹤跡 消失了 你們知道嗎 旁邊怎麼有人啊 我剛才在看字的時候 旁邊是不是有人走過去啊 這是一個8bit game 我最近在 HIO上面下載的全部都是8bit game 是剛好在一個 遊戲大 大會串是不是啊 旁邊是有個黑影走過去 但是沒有看到是誰 我剛才看他自己 火烤一下 溫暖一下 我需要收集 道具嗎 兩個人失蹤所以我是丹尼爾 還是說我是他朋友 我應該是丹尼爾 有沒有聽到聲音 森林小屋啦 跑起來好晃喔 兩個人說失蹤之後 完全沒有找到蹤跡耶 欸 到咧 好晃 這是 未來而女屋喔 惡夜叢林吧 其他地方就沒有任何東西了嗎 就這間小屋了 好晃喔 怎麼到這都是 血跡啊 應該是上不去 好多血手印喔 這邊應該設置一個驚嚇點 我看過去的時候有什麼黑影或什麼東西跳過去 架死 一分鐘不錯喔 嗚 樓上有東西耶 欸 我繞了一圈 這圈剛剛是有木板 結果不見了 然後樓上可以走了 這邊來 露營為什麼會錄到 一種情況發生 很空的耶 另外一個空間 就像電影演的一樣啊 來露營 明明帶著指南針或者是什麼 但是 永遠走不出去 你永遠都在同 同一個圈一直繞 磁場混亂了 你照指南之後你走 反而是在繞圈 不要跟我說這個遊戲只有聲音 那我會覺得很可惜 下面一直在NONONO耶 到底在擠了吧 最好出現東西 最好出現東西 我發覺外國這種地方是不是特別多啊 台灣有這種地方嗎 外面嗎 真的 一下子開了 一下子開了 先拔草測風向 風那麼大不用測了 拿出土工器具 他呼喊的聲音好像變了耶 幹 那個help的聲音是怪物裝的啦 怎麼都會模擬人聲啊 玩過好多恐怖遊戲 現在怪物都會模擬人的聲音 然後叫你去help help 他穿個格子衫跟牛仔褲耶 這不是我嗎 這是我 蛤 啊 旁邊什麼東西啊 我來了 結束了 當個不帶裝備跑步的也是這樣子 那是 拉翔 不是1啊 這是 惡魔文字還是什麼的吧 那邊森林裡面還有別的東西可以看喔 問題是我找到這個1的意義又是什麼咧 刻下來嗎 啟動符文 吸收力量 現在就要觸發一下事件 一切都變得超快 我就直接衝去那個 面壁的人啦 這邊就是結束了啦 面壁的人就是我自己 但是 等一下小聲一點 面壁的人就是我自己 所以這整個是一個 鬧鬼game 知道了吧 我覺得這個東西也要丟糞棍合集 但是 很奇妙的都差一點耶 大概是因為 我剛剛玩的那個遊戲 還有這個遊戲對不對 都是遊戲大賽中的一個參賽作品 他們的限定就是說 你要在48小時以內做出一個 符合主題的遊戲 像這次的主題好像就是 像素 恐怖吧 像素鬧鬼 好像是啦 叫什麼 JAN的對不對 J-A-N 就像那個 糞便合集那種感覺 糞便大賽啦 我先把這個關掉了啦 所以我啦 我在玩的時候都會有一種可惜的感覺 因為它開頭故事 鬆途的過程 其實都很有感覺 很恐怖很可怕 可是都少了一個比較好的結局 因為時間的限制 知道嗎 這遊戲的名字叫做 空白錄影袋 要選擇一個錄影袋 電話 嘿馬特 聽好了 那些 我給你的錄影袋 我要他們 我要拿回來 他是給錯錄影袋了啦 裡面有錄一些他不想給他看的東西啦 哼 他就在 大賣場附近 你的房子 明天約好了 你也把錄影袋拿給我 要到喔 約好囉 黑片之類的 你在幹嘛 錄影袋啊 幹嘛 這幹嘛用的 那個時鐘那個是幹嘛用的啊 完全不懂 可以選的是 一二三 四 大概四卷啊 在城市中的一天 看 嘻嘻嘻嘻嘻嘻 嘻嘻嘻嘻 放硬 該不會錄下 錄下了一些不好的東西吧 1986 想什麼東西 不重要的 基本上我不會去講啦 好不好 他都是這樣 喃喃自語 這樣而已 真正重要的東西 你們應該都會知道 快轉嗎 可以快轉嗎 隨時可以停耶 也可以快轉耶 嘿嘿嘿 小時候看這種空 看這種錄影袋對不對 比如說我去租小叮噹或者七龍珠 在 卡通結束之後 你們再繼續播下去 有時候後面會 錄進一些 上一部影片 沒有錄乾淨的 沒有洗乾淨的 沒有洗乾淨的東西 快轉一下好了 這個城市的一天 好像沒什麼裝的東西 86年3月 怎麼又打電話來啦 你可以現在來見我嗎 因為我要錄影袋那個傢伙一直打電話給我耶 所以我現在就必須把錄影袋還給他 你在那邊嗎 掛掉 他的理由是說 這極卷錄影袋 是已經約好要給別人了 但是借給我的 但是給我的錄影袋的收藏中 剛好有這極卷錄影袋 所以我現在要拿去給他 然後還給他的朋友 好啦 蘿莉巴說的極卷錄影袋開始 開始看你的 噁心的小收藏 這是他散布影片 我覺得這些都是作者拍的啦 他的 他的外套好符合那個年代喔 好挺喔 音樂真不錯耶 快轉一下好了 我覺得我用APP就像上次拍皮蛋那樣 我也可以拍出這樣的風格 耳機耳機 我們快轉到重點好了啦 看有沒有什麼重點 他是在招殺小 夜晚的狂奔 夜晚的狂奔 蛤 他錄影袋斷斷續續的耶 等等喔 遇到什麼按鍵啦 這個符號是不是我要調時鐘上面的 這是某人的窗戶嗎 他在躲什麼 是某個跟蹤狂吧 被發現了 好的錄影袋還我 你有兩個小時的實現 不然去死 殺進我家來啊 NNLA 一聽就是A片 在幹嘛啊 洗澡片 在幹嘛啊 洗澡片 很厲害欸 生活紀錄啦 有沒有人會 生活紀錄片這樣子嗎 其實這算是一種治療欸 療程你們知道嗎 這是什麼電視節目啊 喔這個就在AALA喔 我幹嘛看這些垃圾的東西啊 我幹嘛看這些垃圾的東西啊 他在影片裡面應該都會有 五號的 儀式對不對 欸 那個傢伙 剛剛有打電話給你嗎 我不小心掛了他電話欸 管他的 3 這都是很久以前的舊節目 晚上 夜間新聞 我感覺這些內容都不是很重要啊 來點猛藥給我啊 簡單暴力啊 等一下啦 他這個 重要內容中 他的重要內容剛好錄在一些 一般的錄影袋裡面啊 煙草廣告的案子 你在那邊嗎 他就在你的房子欸 老兄 拜託 把那些錄影袋還來 我求你了 我要怎麼解出這個錄影袋的謎題 哦 哦 哦 有了有了有了 黑出來了喔 後面就藏了一個錄影袋 啊這張紙直接撕了不就有了嗎 蛤? 很紅的耶 好恐怖喔 肉錄影帶 該不會走在路上的事也被人家殺死吧 那時候他還要去殺人之類的 蛤? 喔? 晚上11點的時候 是嗎? 沒這麼多笑臉啊 有人死了耶 等等喔 這個不就是在地獄捲錄影帶 城市散步的那個男的嗎? 穿西裝的對不對? 這是死了還是被殺了還是什麼? 朋友殺人影片 有個QR code耶 不是找到了一串數字呢 0821 00007714 這是銀行帳號是不是啊? 要不要掉我斗內嗎? 找到就是這個遊戲喔? 欸沒了耶 這錄影帶 就這樣 殺我啊怎麼沒人來殺我啊 我很抱歉 他進去你的家裡了 我真的很抱歉 我要被殺了 蛤? 直接關掉了耶 哇靠 他沒有做一個結束畫面啊 這整個 欸很奇怪喔 你看我 我今天玩的這些 8bit像素大賽中的遊戲對不對 就是48小時製作 他們的開頭跟過程 還有 那個感覺啊 氣氛其實都做得很有感 很不錯 但是很奇妙的是 每一個結局都 嘖 就爛了 我真心是覺得 可能時間有限制啊 但是時間限制下 應該還有另外一個方案 就是說 讓結局 爆炸一下之類的 嘿嘿嘿 沒時間啦 搞不出一個結局來 我先把這個關掉啦 真心覺得不錯啦 還有別的東西可以玩 不過還是下次開台再玩 應該不急吧 有沒有很急啊 有沒有人明天就死了 啊我今天就趕快玩給你看了 沒有吧 嘿嘿嘿 有 我先關掉了啦 今天剛好在這邊休息了 玩了好多像素遊戲喔 覺得可惜啦 真的 真的嗎 對 做什麼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